院長 國人飲食習慣不一樣 一樣 2016年7月13號 民進黨全面執政 民進黨的政府 農委會 你說 國人飲食習慣 吃豬肉是牛肉的七倍 這是你們白紙黑字送到立法院的報告 國民黨跟民黨不一樣的是 我們只開放30個月以下小牛還有售肉金 因為國人吃豬肉是牛肉的七倍 民進黨是 明知國人大量食用豬肉 卻還要讓台灣人民吃瘦肉金豬肉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不同 所以不用再帶風向 不要再騙啊 委員 如果依你的邏輯 騙的是國民黨 沒有 騙是你 標準不一 第一 不要再說時空環境不同 委員 第二 那時候你還沒有回國 真正開放瘦金豬肉是誰 當國民黨一直在講萊克多巴沒有問題的時候 你還在美國吃美國的牛肉跟豬肉啦 委員長你不知道不清楚 不用賣短貢 所以這些資料是美國的 是誰開放瘦金豬肉 是民進黨 是國民黨 國民黨只開放30個月以下小牛 而且國人幾乎每天吃豬肉 院長你不會每天吃高價進口的美國牛肉 一般人也吃不起 我們是採用聯合國公佈的國際標準 聯合國公佈的國際標準 院長 你在美國吃美國牛肉嗎 我吃美國牛肉 我不會每天吃 你有吃美國豬嗎 院長 我現在質詢你 我問你 你就不敢回答嘛 我當然吃 但是我不會 當然吃 所以 你有出事嗎 我不會 吃豬肉 吃這麼多的美國豬肉 所以院長我告訴你 對啊 台灣人不喜歡吃美國豬肉 台灣人吃豬肉啊 所以台灣的豬很有競爭力 開放美國豬肉30年了 台灣豬肉還佔9成以上 美國豬到現在不到1% 院長 所以 你的國際標準 放心啦 我對台灣的豬肉 比你了解多多 因為我就來自養豬的大縣 屏東縣 我 對於養豬產業的保護 用心用力 豬肉 登報 感謝蔡總統 好院長 負起全部的政治責任 向全民公推道歉 另外 蔡英文總統曾在總統選舉政見辯論會上 不開承諾對美談判會公開透明 談判每個階段都會與全民溝通 原見請願會做成決議 要求寫信員公開對美談判 開放還有萊克多方案出售進口台灣的過程 後續台美雙邊貿易會談 應秉持公開透明原則 每月向立法院提交書面報告 另請蔡英文總統針對黑箱開放 韓瘦肉經每出進口一事公開向國人道歉 請公決案列為討論事項第二案 並於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有關開放 韓萊克多方案美國豬肉及牛肉進口專案報告 並被質詢前先行處理 是否有當進行公決 宣讀外畢 今天道立法院來的專案報告是國民黨提議 經朝野黨團一致同意簽字邀請我來 我也來了 如果不讓我上台報告 那會不會讓國人批評是出爾反而 而且道立法院報告也是藉此向國人同胞報告 讓國人知道未來政府會怎麼樣保護國人食安 同時保護產業 同時加強對外貿易的做法 如果沒有好好的來跟國人同胞報告 而阻擋 是不是國人同胞就沒有辦法完整的知道 國人同胞能不能接受 也請三思 游院長 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曾昌應貴會貴宴邀請 就開放韓、萊克多巴胺、美國豬肉及牛肉進口 進行專案報告 並被質詢 甚為感謝 台灣的經濟正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我們必須掌握戰略的機運 為台灣推開障礙 打開活路 走向全球經濟的新舞台 這是蔡總